Daisy Money 回到家常版的Daisy Money 我为了Elon一心 会加几分钟给他 因为刚才他一断线 我在Live那里被人追问 为何会断线的? 听到气浴 Elon一心 你好 你好 希望机器乖乖的 不要断线 刚才又说到气浴 刚才有人问可不可以重温 是绝对可以重温的 我完结了这个节目 会放文字版和整个小时上去 大家慢慢重温一下 Elon一心 刚才我就问你 在大价股那里 有没有部署 做一些期权仓位 有没有看中哪一只股份呢? 今个月暂时就未有 因为今个月 其实真的一只大价股 在月头这几天 其实都是用的差不多 但是其实个个都有一个愿望 就是想着问什么时候 骂腾讯 我个人意见都是 等着腾讯呢 他出了一个W的形态 我才会去骂 因为大家其实不妨 看下股价和我都知道 几乎每次行 有超过一成的回调 就是大家会比较关注的 一个大幅的回调 之后他真的要有一个支援 通常都要有一个W的形状才行 否则的话 你第一次太早骂 你都要有牌子 第二次再下去才再骂 是吗? 没错了 其实都是180多元的位置 不过真的 你说你真是无所谓 看来我放在这里 我不管的 那当然无所谓 但如果你说 一些短线的炒作 真的要找到最佳位置的话 我都是觉得去180左右才叫做底 因为呢 又说开又说 其实我分了三柱 买腾讯的 我的位置设计了176至180 180就骂了第一柱 之后就骂不了 第二和第三柱 没有货在手 之后再设计184、185都进不了 如果听了安人一心说 如果W型 我看到上次也是 在2016年的5月份 都是有一个小小的W型 那是不是都是180附近 我可以捞回第二、第三柱 就是有机会可以这样做呢 没错 没错 其实真的不是说 相差很远 现在都190元左右 但是 就提醒一下大家 真是千万不要浪乱走 去做这个Shopwood 真是说这是现货 或者是Long Call的策略来的 因为金轮和之前有什么不同呢 就是因为它下跌到180之后 它打得比较急 真的会消耗一些购买力 那这里我觉得真的 纯粹是薄的 没有其他很长钱的看法 嗯 好啊 这个就是腾讯的部署 那就是说你 没有什么股份集中想看 是不是主要都是做指数的期权仓位 就是这个月份 你自己会建议 那些投资者做什么 怎样做法才会比较好一点呢 其实真的没什么过股 真的很推介好做的 其实以前可能推得多过股 这里可以说多一点 但是 经过2016年之后 其实如果大家有做过一个统计 你会发觉大部分的蓝筹股 和大市的同步率是越来越高的 什么叫同步率呢 就是很简单 就是一个月之内 这只蓝筹股和恒生指数 它同一日同样的方向 占那个月这么多交易日的百分比 就叫同步率 就是我自己这样叫 那问题是 这个这样的同步率是说 这只个股在2016年 这一年之内是大幅地提高的 就是说市基本上 这只蓝筹股就没有什么个性 没有什么一些自己的独特的因素 这个情况是跟之前2015 2014 2013 是差很远的 所以我看不出2017 它有什么特别的改善 在这方面 咦 那个市场会不会大上大落 如果你这么说 2017年 每个都说大升啊 大落啊 股灾啊 这样 一心是否觉得 未必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呢 暂时就很难说啊 在一月份 我觉得如果真是担心这个大上大落的话 你还是记住我刚才断线之前 说那个高波幅的律性 因为这个真是万事万多的 就算是两年前 就是那个港股大时代 整个大时代都不是一个月就完完的 是 如果还记得的话 是说七月大落 之后八月 九月 都还是一个很大的波动 在说那个是恒指动的幅度 其实就很厉害 所以如果怕这些这样的大落 或者是大波幅的话 你不如就真的等它第一个月 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之后 再跟进 Long Strangle也好 或者是单边的Long也好 另一样东西就是 刚才说到 每个股的股票率这么高呢 所以为什么解释了呢 那么多高手越来越不喜欢炒港股 就是大价股那些 就是喜欢炒美股的外围 那些这样的股市 因为就是港股 现在你要选择一些股份 尤其是大价股 选择出来 和市场有什么分别的话 我觉得真的很难找 但是如果是正是 focus在香港这边的话 不如就不炒恒神指数 或者其次好过 我又学到东西 这个同步率 我可以回去研究一下 虽然我都少一点 尖手大价股 因为我又找不到 他有什么概念好说 所以我都喜欢 炒一些中小型的股份 多一点 不过你这个研究 又很值得大家参考一下 我提提大家 因为那些人说 要请Long一心多一点来 其实Long一心 就差不多告别了 幕前一段时间 那些人又忘记了 所以他来一个月 他答应了我两次 其实都很给我面子 所以我就不敢再要求他 家中或者家时 我先跟大家面对面 说清楚 否则他们以为我 特意不请你来 就找我算账 那就不好 所以我都尽量在这段时间 问多些Long一心有关 即是其子其权一些的策略 等满足大家的需求 多谢Long一心 大家重温 又可以重温多一段 我们已经说到40分了 多谢Long一心 他不舒服 我就不阻止他 慢慢继续炒了 财太多 所以他就有点不舒服 现在恒指跌34点 22,119点 我既然都加了市 就回答这几条问题 那些朋友 刚才我提到6300 就放了小炒仓 就说整天都不移动 也不是很多的成交 我先跟大家厘清 所有好东西 刚才陆永也跟大家说 就不会给你买 我自己就觉得他是好东西 因为我都说过 在盈利翻身 和在新业务上做得不错 又有色派 大家留意 以前327 2382 未起动的时候 其实都是没什么成交 都是这样捱的 所以有时候 是不是真的属于你口袋的钱 就看你捱不捱得 所以 我会捱的 看看大家自己的取态 我又再重新一次 收了2毫指息 现在的现价应该是1.6毫 大部分人都是在赚钱 看你愿不愿意给他们手货 那我就不天天和大家跟进 因为还有很多其他朋友要照顾一下 1443 富林 就说控股权 逆手的量解备忘录就失效 那即是应该是谱不够 那应该是 那就回了下来 现在跌8% 做1.05元 最低去过一个月的低位 就是1.01元 反而呢 另一只 就如今 就走得挺好 1483 今天就再升5% 做2.07元 那有时 遇见类似 就是 为何会有些谈谈谈 卖不成呢 你看看市值 15亿 那只富林 那真的 就比较昂贵一些 所以大家真的 如果留意一些 买得的股份 都是10亿 留下 那机会就会比较大 刚才我提到 年年卡 才只有4亿多 我自己就觉得 真是 值得买 因为你现在 如果去买银 都起码 6亿 那现在才4亿 那即是 还有五成的空间 那我刚才看过 都很保守 那如果你真是 纯粹用一个市值去量度 那便会去到过半 那但是 当然 短炒的 我不敢和大家说 有五成那么多的一个升幅 另外今天二栋股 有一只都有人问的 那只位置 1305 1305 已经说了是卖的了 主席 以日价提出全球的了 那在11月尾的时间 就急升了上来 那接着呢 就休息了一段时间 现在是再爆上的 那可以留意一下 那现在升了7%的了 做着呢 就是2.23 也都创过一个月的高位 2.27 大家如果真的有记性的话 就知道 通常提了一些股份会买 然后剩下一段 再爆的时候 可以爆得很厉害 那不知道这只位置 会不会是下一只 那大家可以留意 不过我都要 详细点回去再讨论一下 究竟会不会又有一个 爆升的大机会呢 那它对上一次的高位 就在2.31 那今天都很贴近了 那大家可以看看 那听到这一道了 恒指跌了27点 22,120点 明天同样时间 继续Tasty Money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